我稍微修正一下我简报的部分好了 因为我想我们学校的校园 我先跟各位家长一下 先请各位家长看一下 这是我们说到校网的简报 那其实从品牌故事这里面 包括刚刚放的桃子桥传奇的影片 还有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校务经营的简报 其实是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 有关于我们学校的简介的部分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跳过去我们学校的简介 我直接就从今天的 今天的要讲的入学审查的部分 就从这边来说起好了 这样子的话时间来讲可能会比较充裕一些 稍等我一下 那原本这边我先讲一下 前面本来大概我也有花十分钟做了一个 我们刚刚学校校上简报的部分 那我想说我就直接跳过去 请各位家长可以有空的话 可以看我们学校的校网 那我等一下就直接进入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们小一新生入学审查 跟改分发说明 还有相关的入学期程这个部分 请稍等我一下 我把它移到这边来 好那我今天就先直接切入重点 我们直接讲那个小一新生的入学审查的这个部分 我先让各位家长们看一下我们小一 甘园领的这几名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自由学区 自由学区也是甘园领跟南园领的这几名 那其实基本上自由学区跟基本学区来讲 所有的学历都一样 就是说他入学的序位 并不会因为你自由学区的就比较后面 那其实自由学区大家看一下好像还蛮大的 其实以图来看 这一块中间这一块是我们的基本学区 那旁边用点边撞这个是自由学区 自由学区今年的入学的学生额名额才五名 你看大家看这么大 这两块其实在五个学生而已 就是小一来讲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三百多名的学生 都还是在我们的基本学区里面 那今年的小一我们今天要教授的班级数是八个班级 然后八个班 每一班的满额人数到三十四人 那所以总人数是两百七十二 那这两百七十二我们还要包含了特殊生的酌碱人数 因为特殊生有依法规规定他要保护他 所以要有一个这样的酌碱人数 还有一个是一种 还有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工的子女 随父母来就读的 然后还有教授的保护性格案 那其他的包含 身障手册的特殊生安置等等 其实他没有优先的一个数位 都一样还是要照入户籍的时间来排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居住事实的认定部分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 就是说能够进来学校 据来桃子讲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您有一个证明涉及的一个事实 那这里呢就是学生必须要跟父或母 或是直系尊心主的其中一人有涉及在同一个户籍里面 而且是在我们而且他不是用寄居的身份 就是您的小孩必须要跟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个 或是说直系尊心主的 那有共同涉及的 我们才算才认定他有一个涉及的事实的部分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居住事实的证明 要证明居住事实 那这边有三个文件 前面有三个文件 第一个是我们涉及地的房屋所有权状 如果房屋长是家长您本身的话 那这个是最好的 那第二个如果是您是租赁的 那必须要经法院公证的一个房屋租赁约 这叫经法院公证 好那第三个就是公家宿舍的一个配方的居住的证明 好那这三前面这三项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个家户访查 就是不会去做家访 只要您有这三项的其中的一项 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一定可以就是排序位下来都没有位 你就不用做家户审查 那第四项 第四项就是其他的居住事实的证明文件 比如说水费、电费、瓦斯费等等这三项 或者是说装滑电信的电话费 那这这些缴费单的话 我们基本上我们会视状况来做一个居住事实的审查 会到家里面去做家宝 我们会看情形 所以如果说您有前面这三项 黄的这三项的证明的话 那请优先来庭这三项证明 好 再来 第四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要做家庭访查的部分 因为我们要保障整个我们淘子角的学居每个居民的 小朋友的旧学学义 所以如果说有空户的或是寄居的或是甚至关书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会优先做一个这样的审查 其实不满各位家长说 从大概今年年初一直到昨天下班六点为止 我们接到了上百通电话 然后这上百通电话 当然有非常多是询问的 也有非常多是来 就是说看我们小孩子这种状况 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都是秉持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状况 就是以这样子的条件来跟他回复 好 那第四个 相关文件就是今天来缴交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收银本就可以 那正本的时候什么时候看 正本在确定要入学 您收到我们学校既发的入学通知单的时候 在5月23号时候报到 我待会会讲一下那个其实 在报到的时候才来开始矫验正本 那如果正本如果跟银本有不服的话 我们就取消我们的入学资格 好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那怎么样来提这个序号 比如序号是以设籍日为一个考量 那今审查符合入学的资格的学生就是刚刚讲的 你的设籍有同跟父母 学生的父母同一个户籍 然后不是寄居 然后第二个 刚刚有提出居住事实了 这两个文件我们审查 今天将来我们审查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设籍的先后顺序来排序 然后再来直到额满为止 那设籍日的认定在这一块呢 想说跟各位家长们讲一下 那就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说 一定要孩子跟父母其中一人的 共同设籍日 就是说要共同的在这个户籍内设籍的 我们才开始起算 比如说刚刚讲的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爸妈如果在98年1月1日设籍 那学生在100年的7月30设籍 那我们是从100年的7月30来起算 就是从共同设籍的那一天才开始起算 好 那再来 还有上面的再补充说明 那如果说 因为也有一些家长有遇到这个状况 他曾经在这一段期间内有迁移的状况 好 那迁移的状况的话 我们来看 如果是学区内 就是说您是在我们跑这讲学区内的迁移 好 比如说从对面的紫禁城 迁到旁边的山山落水 我主要举个例子 就是是学区内的迁移 不是同一栋子 是同一个社区 只是从A区迁到B区等等之类的 好 然后这样的学区的迁移的话 如果说您有局正有居住的事实 就是前面那一个 那个涉及的有居住的事实的话 我们会采迹把它并记在一起 那如果中间有签出学区之外 比如说您签到大一路往三小的那个区块 好 比如说签到那个 那个复原那边 然后在大学路大关路那边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学区外 那再签回来的话 就是签回来学区那一天才开始起算 所以这个设计日的部分 再跟家长做一下说明 好 那如果说有相关的争议的时候 请一定要提出你们比较可以证明 你们涉及的一些相关的文件跟施政 然后我们可以回溯到你之前 前面的那个部分去再去来采集 好 那再来讲到改分发的说明 那什么是改分发 好 如果说其实是每一位学生都要听的 如果说没有录取的学生 比如说序号在272号之后 好 那我们学校刚刚就是会帮忙转 改分发到其他的临近未额满的学校 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甘园 我想就是我们改分发的学校之一 好 那就不用再签任何户口 不用再签户口过去 好 那符合的资格的话 我们就到额满为止 那再来那我们学校的改分发学校 有这几所 有甘园、塞霞、安息介寿、中原、山家跟玉德 那跟各位家长们说一下 中原国小是我们这个礼拜 跟教育局在争取的 因为有些家长他跟我们反映说 他想要希望能够争取 中原国小也是我们改分发的学校 那我们跟教育局在那边做申请 好 他原则上同意了 那今天 但是那个我们之前既发的申请单上面 并没有中原国小 所以如果说 妈妈妈妈你有考虑的话 就直接在上面手写也可以 好 那我为什么把前面两个 甘园跟三峡把它列红色的 因为它是我们国中学区的那个学校 所以说如果将来有考虑说 未来要读国中部的话 这两所学校是我们国中部的升学之后 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可以在列入我们学校的国中的 国中的那个学区的认定 那其他的学校的话 到时候有学籍的采纳就不采纳 就是我们国中的那个部分就不采纳 只是说是可以改分发到那边 那我再补充说明就是我们新北市还有一些大学区 大自由学区的学校 像刚刚大浦国小 在还有民意、插角、精密 这几所学校其实他们是大自由学区 那他们的学区 他们只要新北市 只要涉及在新北市的学生 都可以到那边去就学 那未来他们的学生国中 要升国中的时候的学籍的认定 我们桃子角也是有采纪的 简单来就是说我们桃子角 升国中的学籍的采纪的话 是有采纪到就是有采纪 甘元、三小以及刚刚讲的那些大自由学区的学校 给各位家长做一个参考 好那所以说今天在送件的时候 请教长一定要填好你的改分发序 不管你的序号在多前面 你要请帮我们还是填好你的改分发的那个学校 然后我们再来帮你开转介单到那所学校去 好那这边来讲一下 刚刚有讲到那个改分发的学校 我们桃子角在这边 以树林区来讲桃子角在这边 那甘元国小真的还蛮近的 离我们就在过一个高速公路的寒洞在这里 那刚刚其实有讲到 它是一个已经上百年的学校 然后现在有新的校舍 那再来玉德国小在玉德火车站附近这边 那学校的特色呢 它们体育方面非常的强 那他们的校舍今年也是患然一新的 那树林区还有一个三家国小 也是我们改分发的学校 它在中山路沿着铁轨附近 那个田路附近 那他们的号称是在都市当中的森林小学 这几所学校也都是可以让家长们参考 那三辖区的改分发学校有哪些 我们桃子角在这边 然后经过这个北大特区 第一个来到的就是三辖国小 在三辖老街这边 然后呢 它是一个在地的名校 因为它是我们三辖区的指标学校 那他们的校舍也是在这一年度 宅新完成 所以你就这样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边附近的学校 每个人 几乎有很多学校的校舍都在翻新 都非常的好 好 那再来安西国小 安西国小就在也在三祥普及 那他们强调的是 他们的学生的品质很很春朴 然后强调校园生态跟人文的部分 那再来建兽国小呢 我们在往这边的部分 那他们比较强调的是 他们在语文教育方面非常的著名 那在学校里面也盖得非常的漂亮 像花园一样 那最后的中原国小 他们是一个城堡学校 学校也是 他们大概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来讲 也蛮新的 所以这些改分发学校都可以 让家长们做一个参考 好 那最后呢 渡学的期程 我这边绣一张表格给大家 给教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收件的一个部分 那再过来我们星期一 如果说你今天有邻居们 很因为今天 就是说有在外面 或是说有出国人等等 不方便送件的话 那从下礼拜一一直到4月25号 每天上班时间都可以轻送到 我们学校的辅导师的注册组 那如果在25号之后没有缴交的话 你之后再补交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会列入后补的名单 那家户访查会利用 4月15号一直到4月21号 这一段时间 来跟 然后 就是我们如果居住事实的部分 觉得有疑议的话 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家户访查的部分 那在4月23号的时候 会初步公告一个 初审的合格名单 会公布在校门可跟校网 好 那这篇公告的话 如果说家长们 对于我们的居住事实认定 或是户计日的设计日的计算 有觉得有问题的 可以在这个 在我们初审公告的时候 提出更新的试证 来让我们来做采计 好 那检举申户的时间 就在423到425的时间 那我们会正式公告序号 就是4月28号 礼拜二的早上10点 那这个正式序号 就是我们入学的序号 那我们到时候会讲说 我们会录取到几 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会有一些折抵人数 等等的一些情形 那新生报道 请各位家长看一下 新生报道是5月23号 礼拜六的早上 早上9点到11点 那新生报道的时候 请带着户口秘密的证本 还有居住事实的证本 然后再填写资料 然后我们再来 再来发放一些入学相关的趋支 那当天我们也会有做 那个制服的套粮跟购买 小一制服的 新生的制服的套粮跟购买 也会在同一天 在新生报道当天 那再来 如果说有人放弃 前面的正式序号 新生报道的部分 有人放弃的话 我们会再公告 缺额地图的名单 再往下 然后缺额地图报道日期 是这样 那最后呢 最后一个日期 在编班的日期 8月8号 礼拜六 当天 我们在学校也会做一个公开编班的部分 那也欢迎各位家长来来看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个学校 这个无尾强学校 无射线学习 是我们学校的slogan 好 那其实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由来 就是希望说 我们整个社区 帮我们看顾我们的 好 我们的学生 然后呢 我们用最开放的心 来跟各位学习 好 那现在来讲 我们的收件的作业 其实已经都在进行了 那家长们如果有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楼下都有我们的主任们可以帮各位家长回答 那谢谢各位家长来听我们的说明会 好 那可以慢慢下楼去做修件 谢谢大家